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次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不去用这个物品 是不是这个物品有什么缺点 或者是我们不喜欢了 或者是我们冲动消费之后 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习惯去用这个物品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介绍几个实用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去断舍离 第一个方法就是断舍离的时候 我们分成三个区域去放东西 或者是三个箱子 第一个区域是要的东西 我们决定留下来的东西 第二个区域是不确定要不要留下来 可能以后还会用到的东西 第三个区域是我们决定要丢掉的东西 我们现在把放在第一个区域的东西收纳好 第二个区域的东西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比如说柜子里面或者是储藏室里面 第三个区域的东西我们可以直接处理掉 然后我们针对第二个区域的东西 我们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尝试 如果有三个月我们都没有去想过它 都没有去需要过它 都没有去动过这个箱子的话 那么就说明第二个区域的东西 是你不需要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应该舍去 因为说明你根本就不需要它 第二个方法是模拟购物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你在超级市场 你在商场里面面对那么多东西 你最想买的是哪个 接着想买的是哪个 慢慢的挑选完之后 剩下的应该就是你不太喜欢的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思考一下 自己为什么不喜欢 以后避免这种购物雷区 然后就可以把它们都处理掉了 第三个方法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不要去勉强自己 不想丢的东西就不要丢 舍不得的东西就不要去舍 想断舍利就去断舍利 不想断舍利就不要断舍利 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做 不要去盲目跟风 别人丢东西你也丢东西 别人买什么你也买什么 别人觉得好你也觉得好 别人觉得不好 你也觉得不好 不要去盲目跟风 我们要有一点自己的主观意识 我们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主观判断 也不要用物品的数量去束缚住自己 不要行事主义 因为断舍利更重要的是断舍利自己的内心 丢东西不是唯一的目的 不要为了断舍利而去断舍利 很多人会本末倒置 而且人的思维是很复杂 很多种多样的 你想去尝试你就去尝试 你不想就不想 不要去强迫自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更不要逼别人去尝试 不管是东西思维还是生活方式 可能对你来说是好的 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是好的 不是说你觉得好的东西大家都会觉得好 如果你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好的话 你自己去做就行了 不要去强迫别人做 也不要去强迫别人认同你的观点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自由 自己的审美 我们不可以去说我们跟别人观点不一样 别人就是错的 大不了志不同 道不合 不相为谋 我们要去尊重别人的想法 所以第三种方法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 我们就来断舍利 你不想断舍利 而去极简 你觉得你这种生活方式叫断舍利 那就叫断舍利 你觉得不叫 那你另外给他取个名字也是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一点 不要去管别人说什么 因为我自己了解到可能有的博主 他们说自己是极简主义 下面就有人评论说 你东西那么多 哪里叫极简主义啊 其实我觉得断舍利 极简主义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去给他取其他的名字 因为我们永远不可以去批判一个人的思想 因为思想从来没有一个定义 没有一个界限 它只能去分为大类 然后找到一点点小的共鸣 而且从来都没有一个概念 说一个东西就应该是什么样子 每个人都是独立而丰富的个体 而正是因为这种丰富 才造就了我们现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 所以我们聚集在这里的 都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不用那么纠结 不用那么死板 也不用那么偏执 更不用那么刻意 我很期待和大家进行交流讨论 因为在交流讨论的途中 我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思维多元化带给我们的好处 不用去纠结那么多 不要去在乎他叫什么名字 不要去在乎自己到底符合标准 不要去在乎别人说什么 不要去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 加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就点一下赞和关注 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 我非常期待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在评论区讨论 如果你看了很多我的视频的话 请您关注一下我 我是吴玉长 Alessia Gatti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